其實每個演員都希望他們的角色有獨特的地方 這件事我們一定要記住 還有當他們有這個動機的時候 你就盡量利用這個動機 我自己的創作都會把我香港擺進去 因為香港本身就是一個這麼特殊的存在 香港很像的 自生自滅 八、九十年代有誰幫你 誰是你 孤兒仔 有沒有人問過你想怎樣 沒有人問過你想怎樣 是不是 大家是M730的導者你好 我是九龍城寨衛城的導演 鄭寶Sir 那時其實沒有很大的感受去 這個獎那種興奮當晚 或者上台你叫我這麼高興 就是我怎樣在台上說這件事先 安全度過這一下先 很怕自己出走 然後才回去其實真正正正覺得很興奮 或者你感受到這個獎的重要 反而真的自己一個看著這個獎 回想這個獎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無管道 原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肯定 那一刻冷靜下來才覺得 原來真是很紅 真是一刀刺 我很肉赤 我很肉赤 我覺得去年金運獎我最遺憾 就是我看不到我的演員有提名 但是我在台上 所以我也說過他們的演出是令我叫我 我覺得他們已經奉獻了他們能夠做 而我們是非常滿意的演出 譬如Lokman也好 他付出這麼大的努力 他改變你們對於他的看法 而家動也是他演出這麼多人氣 但是他突然整個演法轉變 如果你要去順手他一定不是演這首 但是我們就是要他不演一個順手的東西 他也要摸的 我們也要摸他 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們在現場看到 還有出來的成果是好 但是原來某些原因 而令到他們沒有某些票 或者是分散了 或者是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可惜的 我不敢說我們一定會為他們做些什麼 但是有機會的 這班演員一定會是我們再合作的首選 對於我來說 挺大的啟發 因為我以前很怕拍一些很輕鬆 或者是比較喜劇 因為《拿開日期》本寫是這樣 我就嘗試去處理它 然後結束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但其實就已經是我要搞九龍城寨 其實在《命案》這個經歷裡面 其實是很影響我拍《九龍城寨》 就是我原來可以放得開一些東西 或者找到一個方法去處理這些 這種喜劇的東西 因為我很怕拍喜劇 你拍經歷片不怕 你拍到你覺得很怕人不怕 你拍攝影響 你拍攝影響 你以為很好笑 但別人不笑 這件事是很可憐的 但是《命案》是慢慢的 一步一步幫我走過那一步 所以才去到九龍城寨 是我願意或者我夠膽去做一些輕鬆的事情 但是有時候這種輕鬆的場面 是幫助到一些關係建立的 就像那四個人 他們真的是朋友 大家一起去打朱康多開心 朱康真是差 然後打麻將 所以慢慢來一步一步去看 是《命案》 就是《命案》開了我這件事 讓我可以放在九龍城寨 《命案》 我開頭都不太敢答應 因為《港龍城寨》四個字太大了 還有它已經發展過漫畫 人家都很成功拿了獎去日本 我們在電影還有什麼空間呢 到後來我說 不如你讓我做一堆檢查 或者我們回去開會 你一找下去 你慢慢找很多人聊天 看很多相片 看很多資料 你慢慢扔不下這件事 因為你發現原來《城寨》 不是我們看《英士》作品這件事 很片面 他們描述了三不管的狀態 但其實還有一個狀態 最主要的狀態就是裡面發居民 那些溫度其實是沒有人寫過的 很少的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跟他們這幾個兄弟的關係 其實是可以融合的 最怕當然是要做成寨出來 我們是否真的做到呢 還有究竟怎麼做呢 還有我知道我自己一量 你寫著《九龍城寨》四個字 我就有八十幾台城寨 我不會告訴你《九龍城寨》 然後原來只有十分鐘是城寨 我說我接受不到的 我們不可能每一個景都回答 或者是我們做一些好像《LEGO》那樣的事 令我們可以不停地變 不停地變 但是《LEGO》是怎樣可以 砌砌砌在天台 砌砌砌砌砌了一個橫邊泵的大廈森 砌砌砌砌砌就變了一個室內 砌砌砌砌就變了一個後巷 就是這樣而令到我們可以完成 其實拍到最好是最肉赤的 因為你知道明天 有部產泥車推崩它了 所以前一晚我就什麼都不做 我拍了一半之後 我就抓了小型師 說出去到街上拍 他說拍什麼 我拍空的 所以你今天去到《END CREDIT》 那一堆鏡片就是我們 很多鏡頭在《END CREDIT》之前那一晚 很多鏡頭在《END CREDIT》之前那一晚 很多鏡頭在《END CREDIT》之前那一晚 士多也好 雜貨舖舖也好 鐵打舖也好 我盡量拍下 我拍一張《END CREDIT》之前那一晚 拍一張《END CREDIT》之前那一晚 我都盡量拍下 拍一張《END CREDIT》之前那一晚 我經常都說這些角色 其實不會只是我自己要求你這樣做 我覺得有時候 我作為導演是很宏觀的一件事 但是角色一定是我和你一起走 其實每個演員都希望他們的角色 有獨特的地方 這件事我們一定要記住 還有當他們有這個動機的時候 你就盡量利用這個動機 就像阿楓一樣 大家都說是一個很不同的想法 其實我們可以設計的時候 我一來已經把角色擺在一個難民 對阿楓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容易的事 但是最重要是阿楓自己想不想有這個改變 否則他會有很多問題問我 他會在現場問一百個問題 我會這樣 他是一個問題都沒有 我就知道這個人想衝破一些東西 其實阿楓是一個很聰明的演員 其實我記得第一場我覺得很好的戲 他拿著白粉來到花棚找阿楓 叫他幫忙 我記得我跟阿楓說了四個字 我說走投無路 我說你一定要讓我感覺到你走投無路 這個人才來做這一刻 然後我明白 這個人已經是 因為他的底部很好 在電視台訓練 他演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或者是他怎樣感受的角色 我覺得已經是 他準備好了 好多是阿楓也是 我自己看以前阿楓 譬如很出名的《幻愛》 我覺得這個角色思考得很多 他在這個角色思考得很多 或者是本身的角色需要 但是這次他一來做的 我說不要想阿楓 所以想下來玩 越X越好 你喜歡坐地下就坐地下 你喜歡吃煙就吃煙 我說把你的角色散發出來 你讓別人看出來 我說你當來玩 不要拍 我說我怎樣也能接到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好擔心 不得就逼到他 你一天不得 你一天不得就拍拾酒 是啊 就是這樣逼出來的 還有你不要這麼快就瞞足 或者看到他們很慘 你就放手 其實他們當然是辛苦的 哪怕我以前拍眼塞好 我拍家動也是 家動得很容易 你想想五十幾個剔 家動不家動 大哥 是不是 拿著影帝 拿著金像獎對著你 是不是 他們會知道 譬如這群很想演得好的演員 他們有一個很共同的特質 就是他們不想站在一個位置 站那麼久 他們想突破 有時候身體這件事 打真的有記憶 你沒有這件事就練到有 或者是當你拍一個剔模 第二個剔模 第二個剔模 第三個剔模 第四個剔模 第五個剔模 第十個剔模 這個動作真的熟了 你就有了 是真的要這樣磨出來的 你沒有辦法 當然大家會覺得古山古山大老闆 在電影圈做了很多事情 當然大家會這樣看他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故事最有魅力的 其實跟觀眾很接近 我覺得這也是小器地發揮他 他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很fit 隆遠鋒就是他有威嚴 但他又會跟年輕人走得近 這個狀態是最好的 因為古山本身的人物是這樣的 本身的人都是這樣的 你想想一下 夏平姐有事他馬上衝出去 鵬哥有事他馬上衝出去 他是這樣的 你叫他講雞他就講雞 你叫他惡他又何也好 他真的坐在那裡 你不敢動 其實他是有這個特質的 其實是 是發揮的 是啊 其實很多都是 其實信一都是 他都是XX的 你明白嗎 有事 那我就發揮了這個特質出來 大哥真的被我猜拳 大哥是沒有什麼 你說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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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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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是很open的 有時候我們害怕 就是有時候 譬如好像殺他那場 其實那條鐵線是大哥量度的 他自己想 不如你真的怎樣殺我 我還在想 不如拿個鐵線 嘩 好 然後 去到現場 他還要後面那個 你繞多兩圈 你繞多兩圈 我才有這樣 我馬上衝出去不用 大哥會不會 我覺得這個是很港產的 很港產年饅頭的味道 我們就盡量拿捏這個味道 開頭是要一些摸索的 那些摸索就是 怎樣 大哥都問過我 來造型的時候 你們打漫畫法嗎 我說 某程度漫畫 那就是漫畫 我說某程度 比現實忌擊動作多一點 我們介乎於超能力 又不是超能力 但是比現實忌擊多了一些效果 就是軟了一些 就是力量大一些 我沒有很大的動機 想自己改變 其實我覺得每部作品都有不同 譬如上一次的結尾 我不是抗拒 不過杜先生看完整句之後 我覺得結尾應該要是這樣的 你給予一些希望 當然那一刻我不是抗拒 我只是覺得 他的命沒有那麼好 我怎可以告訴觀眾聽 他的命沒有那麼好 又可以有希望 因為知道他的命很艱難 我也用自己的方法去處理 在展映之下 遠處就是太陽 但是你也要經歷過 黑暗的時間才能找到 但是城寨就不同 是我真的在感受著這個戲 或者城寨這個地方 而真正對這個地方的感受 還有這四個年輕人給我 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我怎樣有個結尾 告訴他們 現實是這樣 但是你們繼續走下去 我很想告訴他們 是這樣的 所以才有一個這麼溫暖的結尾 這次的城寨是比較自然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尾 其實我覺得這四個年輕人很影響我 那這四個角色很影響我 但是當我知道他們 一定是他們的結尾 而軟了 而他們在守護著一個 他們身處的地方 其實就告訴你 幾年後還沒活 但是他們很努力 還要保留著這個地方 他們不是不肯走 只不過是能夠在這裡 一天就一天 那這種狀態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立刻結尾 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這個結尾這麼溫暖的 我想這四個人有腦袋 這個也是 你們有些人 我覺得很容易的 就是會套了我們香港玩的狀態 在城寨裏面 但是正常 在城寨你們看到的情懷 你換去第二部戲 我們都未必做得到 這個這麼大的情懷 就是來源於九龍城寨這個地方 才可以賦予 一個失去的地方 才可以賦予到這個情懷 我自己創作都會將我香港擺入去 因為香港本身就是一個這麼特殊的存在 全世界都不會 全中國都沒有一個地方是這樣的 香港就是獨特到這樣 香港很像的 自生自滅 八九十年代 誰幫你 從來都沒有什麼幫你 但是你自己死做難做 然後全世界都看著這個地方 我們做過什麼 我們都是努力生存下去 就是大家不停不停這樣做 但是不停不停這樣做 可能它就做了一個味道出來 全世界看著一個 只有幾百萬人的地方 是不是 你就說東方荷里活 然後又說是三大股票市場 啊 可以嗎 我們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說屬於誰 它又不是屬於這個 又不是屬於這個 明天告訴你 它這個才是屬於 誰人理孤兒仔 有沒有人問過理想怎樣 沒有人問過理想怎樣 對不對 所有人都不是我們決定的 我們只是努力生存 而令它變成這樣 其實它是有些程度的城寨 城寨本身就是這麼特殊而來 所以很容易套 我們創作都很容易套 整個香港套下去 是很正常的 我仍然覺得香港這個地方是實際的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這麼容易看到結束的地方 也看不到這個地方下一步會碰的地方 它曾經很好 曾經很差 我們做這一行的 其實它這段時間是給了很多養分 很多創作人 其實我覺得 加拿自己有些養分 其實是的 以前我們經常在香港都沒有故事 都沒有大事發生 都不是拍攝的那些你我我我 你不是黑社會打來打去 真的沒有大事發生 但有機會是我們沒有認真看過我們身處的地方 其實很多大事有些發生過 或者可能這幾年一會有份 就是我們真的在經歷 真的在經歷這十幾十年的經歷 我覺得這種樣分是很獨特的 很獨特的 我覺得希望香港 我又不是一定要套 所有東西套進這些東西裏 不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 令到我們思考更多 令到香港電影不會 好像以前只有娛樂性 它裏面是多了東西 多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機會 是變成新香港電影的一種類型 或者是一種特性在裏面 到現在我都是這樣說 我說其實類型片我自己最少 我一定會繼續拍下去 這個是我的根 我撕不掉 我也不需要撕掉它 但是我只可以說 在這些類型片來說 它的承載可以很多 除了娛樂性之外 它可以承載一些你想說的東西在裏面 其實我和奶海都是一個想法 就是嘗試用一個娛樂的角度 或者是一些 再講一些深刻的題材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我覺得 今天講到城寨就是 嘗試用一個娛樂片 動作片 我們這樣包一個情懷 在裏面會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方法 我們嘗試 我不敢說 我們做了一個示範給年輕人看 但是你真的他們經歷過 或者他們覺得那件事重要 他們覺得那件事好玩 他們才會做 我們希望找到很多可能性 就是嘗試有趣一點 用一些有趣一點的方法 來講你們想說的東西 就是這樣 其實去到某個階段 創作人的動機已經不再重要 其實是看那個人 這個作品令到你思考 令到你感受 令到你感受 這個才是最重要